佩玲 大家好 我是一萬佩玲 其實剛剛聽到大家談到的 不管是從部落 或者是從自治區來講 我現在要談的是 在整個當代的脈絡下面 其實我們可能已經不能只是在一個部落裡面 去談我們的事情 因為一定會牽涉到部落跟部落之間 或者是跨部落的一些討論 賽德克組證明之後 跨部落跟部落之間的議題討論 成為當代脈絡之下 突然形成共識的重要方式 怎麼說呢 這是我目前一直在想到的議題 因為我們過去都一直強調我自己的部落是什麼樣子 然後部落有什麼東西 可是現在如果要講自治 或者要講在當代的研究 或者是活動上面 就非得要跨部落來做學習 或者是跨部落來做討論 那底下我會做說明 我想從我們這次為什麼 辦這個賽德克組民主論壇的一個剛開始的想法 當然我們是在 因為在Lidu帶領的族語工作方裡面 我們就做這樣的 常常因為各個語群 然後我們討論我們很不一樣的 有些差異的語言 然後我們就覺得說 其實我們也因為族語的一些討論 然後我們也想 也開始有一些其他地方的一些訊息 然後 所以我們就在想說 我們也看到很多其他的族群 在講他們自己族群的事情 那 所以我們也 其實那個時候就已經醞釀 就是說 我們應該要來辦這個 我們整個族群的 賽德克組族的一些討論 其實因為我們已經在做同族群的這個部分 那我自己也想到就是說 大概在十幾年前 由政大他們舉辦一個賽下學 他們是從國際上邀請很多賽下族 研究賽下族的一些學者 然後到賽下族的部落 然後去開這樣的一個賽下學的研究研討會 但是那些研究的學者 都是國內外很有名的人 然後他們去發表 但是我就覺得說 雖然他們給我們很多的刺激 可是好像不是部落的人在討論 部落的人都沒有發表 部落的人在聽 部落的人在聽 研究學者講的話 他們研究的成果 所以好像還差什麼東西這樣 然後後來2015 我跟力度 我們兩個人就跑到 我們有一個訊息說 阿美族有一個論壇 然後我們兩個人就趕快 跑到阿美族 我們去花蓮 去參加他們的論壇 去參加他們的論壇 他那個論壇 三天兩夜 所有發表的人都用阿美族語發表 我們現在都是用中文來發表 他們都是用足語 但是他們如果不小心 講到中文的時候 他們就會派他們的小孩子 到前面拿一張牌子 說請說足語 然後就從前面那邊走過去 然後他們會笑 其實我跟力度是 我們聽不懂他們在講什麼 但事實上就是說 那個感覺就是在討論他們 阿美族的事情 就很不一樣的 甚至他們的媳婦 他們的媳婦可能是外面 嫁過來的布農 或者是台灣 他們也用阿美語來發表 可能是因為他們人口很多 所以變成就是說 他們那個環境是可以這樣子 其實我在東南部落裡面 我們有布農主家進來的媳婦 也是很厲害 很會講我們賽德克的話 其實這個也是可以再去思考 是我們將來 可能我們的目標 就要往這個方向去做 然後看能不能慢慢的 我們在發表的時候 都用主語來發表 2015年悲難學 悲難學他們也有開過 也是悲難主的人 在討論他們自己的事情 也是從部落裡面去討論 也是部落的人來發表 所以好像這個趨勢 從過去的學者發表 變成是部落的人 開始要自己討論自己的事情 然後像剛剛今天我們發表的 我想接下來要發表的人 其實也都很精彩 他們都從各自的生活領域 或者是研究的主題 還有學生在學校學的這個東西 去談他們自己 跟賽德克組的關係 我覺得今天的論壇 應該是很精彩 接下來我們現在 再討論賽德克組的論壇 這個部分 我想我們也可以再多思考 因為將來 可能我們用賽德克組的一個方式 跨聯盟 像我講的 跨聯部落聯盟的方式的討論 可能將來也會是一個重點 比方說在梅西部落來講 梅西部落我們做的文化附贈 雖然做了這幾年 我們做四棟傳統屋 還有做樂舞的研究 還有做年紀 我們辦了三年的年紀 還有部落政經文教基金會 他們做了傳統智慧創作示範申請 這些東西其實都是要做跨部落的調查 其實從研究調查也是 或者是說 將來有一些事情的討論 等一下還會再講 事情的討論也都是要做跨部落的 這個很重要 在當代應該算是很重要的一個思考 像我們做部落 許譜的田野調查 我們跑到靜觀 去春陽 去梅西 然後去中原 其實每一個部落都調查了 其實這就是變成要整合 我們在一個專體上面 要做一個賽德克組的研究整合 還有這個傳統屋 我們做了四棟的傳統屋 第一棟就是旁邊這個傳統屋 然後第二棟是在文化園區 第三棟呢 另外一個地方 在花蓮的一居地的長老他們住的地方 那邊也有一個傳統屋 現在還有在仁子關那邊也做一個傳統屋 其實做這個傳統屋 它是我們在之前要做這個傳統屋的時候 我們是有做多達跟布魯顧跟德格達亞的老人 聚集起來我們請他們 我們就是做一個研究 然後到底我們的傳統屋是什麼樣子 我們就綜合這樣子的一個討論 才做成現在的這個傳統屋 這個就是我們在那個文化園區的傳統屋 還有下面這個 這個是等於是部落的人在討論這個傳統屋要怎麼做 然後這個在目前 在目前除了我們梅西的傳統屋之外 原住民文化區有一個 然後仁岸鄉的那個溫泉 爐山溫泉有一個 還有那個爐山部落也有一個 當然九十多萬村有一個 現在目前的傳統屋就是這幾個 但是我們要在做這個傳統屋之前 我們真的是整合了三個羽群的老人 來一起來討論我們這個傳統屋應該要怎麼做 甚至它的名字都寫下來了 那年紀的附贈 我們辦了三次 辦了三次的那個年紀 那其實要辦這個三個年紀之前 我們也是有去問過 比方說多達的在哪裡辦 多達的應該是平津部落 那個祖祭是誰 那個家族我們也知道是誰 那我們梅西沒有祖祭 但是我們用一個方法 剛才我也是有介紹的那個 就是比魯跟比魯他們兩個當我們的祖祭 那就是說 用這樣的一個 在部落裡面實踐的這樣的一個活動 其實也不單單是部落的事情 可能還要去參考其他部落的一個做法 這就是我們之前辦的那個年紀 這就是我們之前辦的那個年紀 是 其實是很棒的 部落的人大家可以共同做一些這樣的一個活動 那接下來我要講的就是說 賽德克主的民主議會的一個共識 那其實賽德克主的民主 誰在 就是說 比較在我們西部的這個 賽德克主有一個民主議會 但是這個民主議會是2008年的時候 賽德克主證明成功 當時就已經籌備這個民主議會了 那一直到現在都還是籌備的階段 還沒有形成一個真正的民主議會 但是因為這個民主議會 它雖然是還在籌備當中 我先把這個講一下 就是說雖然在籌備當中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從民主議會 我們做了像果子電影公司 賽德克巴萊他們去登記上標 把我們的名字拿去登記上標的時候 民主議會站起來去抗議跟他們撤銷 還有鐵士玉玲龍 他不當使用文化詮釋的這個 比如說激進污蔑的這種表演 我們也去舉行記者會 然後到行政院去推交 去遞交 催生反啟事法的這個請願書 那台大農場實驗裡 平靜部落的人土地的爭執 民主議會也很關心 那將來賽德克主的自治當然是一個 那還有就是我們現在比較 目前要做的這個 原住民傳統智慧保護申請的這個部分 下午我們的那個年輕人會講 公務他會講這個部分 那這個也是要授權的部分 也要是民主議會 可能民主議會要召集大家來討論這個部分 所以接下來等於是說 我們除了部落之間的一個 就是部落跟部落怎麼去自治 怎麼去管理這個部落之外 我們將來可能很重要的 就是跨聯盟的這個會議 民主議會這個 那怎麼讓它更制度化 然後怎麼樣讓更多的人來參與這個民主議會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說等於就是說族的這個意思 要曠附落的整合 整個當代最重要的 效應 效應 好 其實議員的內容裡頭 這個還是在發展當中 各種不同的一個研究或者活動 我們民主議事 賽德克的議事要在裡頭 我想感謝議員 好 那參與一塊還在嗎 謝謝